美国希望看到一个被削弱的俄罗斯 BBC25日以此为题报道称 美国防长奥斯汀当天做出这样的表述 被外界认为是一种异乎寻常的抢影 报道称奥斯汀是在基辅建完泽连斯基后发表了上述言论 《卫报》补充说 在靠近乌克兰边境的波兰一个秘密地点 奥斯汀被问及美国现在认为在乌克兰取得的成功是什么时宣称 我们希望看到乌克兰仍然是一个主权国家 一个能够保护其主权领土的民主国家 我们希望看到俄罗斯被削弱到这样一种地步 其他无法再做他在侵略乌克兰期间所做的那种事 在BBC的外交记者兰戴尔看来 对于美国防长来说 奥斯汀这番要削弱俄罗斯的言论 以乎寻常的抢硬 他说帮助乌克兰抵抗俄罗斯侵略是一回事 削弱俄罗斯的能力则是另一回事 俄罗斯微信网提到 一些西方国家因乌克兰事件对俄罗斯实施了新一轮制裁 俄罗斯总统普京曾表示 遏制和削弱俄罗斯的政策是西方的长期战略 制裁对全球经济造成了严重打击 普京说西方的主要目的是使数百万人更加贫穷